蠻多疫情進入了高原期 不過現在有些民眾就想問了 那麼從國外入境還要實施這麼嚴格的7加7嗎 是不是可以比較國外可以稍微放寬一點 尤其是前民進黨立委沈夫雄 就認為這指揮官相當的無腦 讓國人受盡委屈 怎麼回事呢 其實沈夫雄就講到了 他說國人自美國返回來台灣 由進入屋竟然還要7加7 他同轉了這嚴苛的三大理由 包含了第一個 指揮中心擔心帶回新變種的風險 還有憂心拖略醫療體系 但是他說國內的染疫率大概是6% 跟入境的染疫率6%接近 他說他第三項已經百思不得其解 真的是見樹不見林 那麼現在獨物專家周明威也講到了 他說其實本土的風險似乎比境外高 入境要落地採檢 還需要如此的嚴格嗎 他甚至講到了 現在台灣每天本土確診都是境外的1000倍 而且黑樹有多少你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他認為有必要這麼嚴格 對於入境的人嘛 他認為入境在隔離已經是舊思維了 會與指揮中心可以想一想再放寬一些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